下一位 刘乔 23岁 北京人 北京工商大学 保险精算专业 本哥 这住的12位老板 看下的各位观众 我最爱的邵刚老师 大家好 我叫刘乔 来自北京 2012年毕业于 北京工商大学 保险精算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策划 或是培训室相关的工作 我很平凡 我没有超级名校的这种背景 也没有可能超脱于常人 那种履历 但是我想通过 我踏踏实实的工作 赢得在座各位老板的认可 也想通过工作 来输却我未来的不凡 谢谢大家 欢迎林成 陈文老师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就保险精算专业 对 毕业了之后 专业对口的工作是什么 最专业对口的就是 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对 就是这个最对口 你考虑过吗 我没有考虑过 你是哪年大学毕业的 12年 就今年毕业 今年刚毕业 毕业找过些什么工作 之前是在维交部 钓鱼台国宾馆 三方什么都签完了 但就是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当时家里边 在钓鱼台国宾馆 对 当会计 对 反正不管在哪 反正是会计 对 对 地儿其实不重要 又不是咱家的地儿 是吧 第一点是因为当时家里边 奶奶生病了 需要人照顾 可能需要请假 但是因为刚入职 他不可能给你很长的假期 这是第一 第二是因为 那个地方太好了 如果我43岁去 他拿鞭子抽我都不走 23岁来讲 我觉得还是一个 学东西的年龄 需要练自己 但是相对于那边 他可能会轻松一些 今天要找的工作 刚才说策划 对 培训师 这基本上又是和你大学的专业 扒杆子打不着的 是这样 培训师的话 相对是有关系的 怎么跟关系 因为之前在大学 大四年实习的时候 曾经在实习 银保部门的时候 有过这种 培训的这种经历 很好的培训师 保险公司 就全能看得到 换句话说 因为自己学的是 保险精算这个专业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也有过一些经历 对 接触过很多 很优秀的培训师 这么说吧 是这样 那那个策划 有哪来的呢 策划是因为 说实话 策划更多的是 自己的爱好 就是很爱这个东西 那这样 刘乔 今天呢 我们 我相信各位老板 和各个企业 一定是把你 当应届毕业生看 对 那今天如果 还有在座的企业 给你份会计的工作 要不要 不要 就要策划 对 或是 培训师 你的薪金要求是 两千就可以 换句话说 就是多少钱都无所谓 这样 你图什么呢 家里不差钱 吃饭肯定不成问题 这个是 这个肯定的 但是你要说 多有钱 没有 就是家里 不指着你挣钱 现在 现在是这样 现在你一个人的状态 也是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都不饿的这种感觉 是吗 有女朋友了吗 有 女朋友有工作吗 她现在大四在实习 找的师妹 对 我就是纯程中那种无良学长 小伙子这次求职做了精心的准备 上场之前 针对每一个企业 可能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提供什么样的岗位 做了这么厚一打纸 怕她太紧张 全给她扔了 你就这么一聊天 发现 她是个会聊天的人 而且呢 她聊天的状态是 主动性是非常强的 要找的工作 现在因为我没经验 所以 咔 不用你们打 我先躺倒 两天 你还怎么着吧 我都躺倒了 你不能践踏我吧 来 许怀哲 那我就问你 你想做策划 你是以前做了准备了呢 还是说 我今天到这 我就是想敲个门 所以我才先躺倒 你只要拉我进去就成 不是这样的 是现场 很多企业 之前我都做过一些想法 比如 比如说 因为今天有两家 我看婚恋网站 所以我先谈谈对婚恋网站 这么一个想法 我先说一句 就是肯定很空 就可能未必实现得了 就是我一个思路而已 随便说 因为这样 我看过包括百合上 世纪家园 稍等 就这两家你都上过吗 我都上过 都上过吧 我不是注册了 我就是进去看一眼 你凭什么注册 你都当了无良学长了 是 就这两家 你觉得 上去溜达了一圈之后 你觉得谁家好 我觉得 就感觉而言 非常的类似 双方并没有什么特点 接着再往下接触 百合好 还是一家园好 说实话没事 说实话 我的个人情感 是百合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他的这个广告 写得非常得人心 哪句 《识明志》 这个得人心 对 因为当时我第一 刚开始有这种网站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他不有这种实名制的话 谁会相信网络这种东西 然后过了半年 或者一年之后 突然间我在地铁上 坐地铁看广告 就发急 就发现 对 必须实名制 就觉得很有煽动性 你不觉得那广告很傻吗 傻中那些可爱 你的确是没有认真的 或者说没有深入地 去了解两家网站的区别 是的 其实他一开始说的是实话 真的 就是差不多 但是邵哥老师非要给一个解论 他没法了解 好多东西得到注册之后才能看到 还真不是 有很多情感 比如说你们不用验证身份 你说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吧 对 我们是必须得深入验证身份 你们两个人不验证身份 你们两个人不验证身份 我们知道你们是两个婚恋网站 好吗 那两个婚恋网站也请一个说吧 另外一个说 不是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是完全策划的 小刚老师 咱们让沐妍先说 好 有风度 好 因为我觉得气口在这 你就是同情啊 来 对 就是 因为你刚才谈到了 我们的第一个广告 其实实话跟你讲 那第一个广告是效果最差的 你看过另外三个广告吗 来那一次说话的机会 你说点有营养的好不好 你的问题是 就是我想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想应聘策划的话 你有看过我们其他的几个电视广告吗 好 然后你对他们是怎么分析的 好 就是来之前看过一些广告嘛 包括最近做的 我觉得就效果而言 你要说效果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敢保证 因为比如说 我三个广告做下来 突然第三个播完了 我的这个业绩 框框往上涨 但是也许没有前两个 帮你这种在前面做机电 第三个广告可能做不到这样 可是如果说 你出于我个人情感来讲 我就觉得第一个是最好的 因为他首先 没有互联网站之前 做过类似的广告 很标心立异 就是这个广告 其实我觉得跟58同城的广告 有一件相似之处 就是在我后来 是一种洗脑广告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像58同城也是这样 你看着时候 觉得特普通 很烂的一个广告 但是突然有一天 别人说到神奇这个词汇了 你脑子里会下一次 反映出一个东西 哎 58同城 那我觉得这个广告 其实就很成功 相对于那个也是 就是可能很多人在那边 比如说 可能像沈黄老师说 好啊之类的 但是你想到十明日 你会想到百合网 咱们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 弄言别说话了 因为他一点策划什么的 都没学过 你不得不说 他纯品感觉分析 感觉挺好的 并且他刚才说到了 一个特别本质的事情 别广告 尤其是系列广告 是不能拿单条出来 说谁好谁坏的 对 印象累积 没有第一和第二 没有前两个包子 直接说第三个包子吃饱了 这话是不对的 好了 沐妍 你的问题 你难得提出来一个 水平非常次的问题 但是让求职者发挥的非常好 谢谢 你介不介意说 因为你今天很明显是一个兴趣导向的 你说在场的企业 你哪个是最感兴趣的 为什么 有这么几个 百合网 艾乐活 还有五八同城 还有这个 怀疑传媒 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百合网有兴趣 这个说实话 说实话 因为 鼓子里有这种一种感觉 就好像帮别人介绍对象 是一件很敌德行善的 这是你的第一个 百合网 第二你选艾乐活 为什么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艾乐活 热网站特别好 如果你真的是 塌下心来 仔仔细细 就是想看这个网站的话 就挺好的 真的是很好的 但是它很难让人 塌下心来 平衡经济的去看 他说的很对 真的 它就像一个杂志一样 你的DT直观 这就是一个杂志 每个板块 你的产品感觉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想 一个艾乐活的一个方法 就我一看人见面 我突然想到 说比如像人人 咱举个例子 我上面比较多 它有很多小站 比如在很多人气很高的小站里 设一个直接的通道 比如说动漫站 我趴这个通道 直接就进入了 我的艾乐活的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 全人动漫的产业 有评述 有论坛之类的 那么关注度 就会很快地上升 而不是说 我要进去寻找 包括因为 好 知道了 说一些可以了 咱不一定去他那工作 好吧 五八农城 你喜欢的什么 首先是首页做的 首页特别难看吧 不不不 我喜欢这儿的原因 是因为 我比较喜欢姚总 你喜欢他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长辈 因为他俩 长得比较像 跟他的气质很像 就是那个长辈 是你什么人啊 是我爷爷的同学 是 给姚总一点热烈的掌声 就说 你一看到姚进波 首先就会觉得心里面很温暖 因为就觉得 见到了家里面的老人嘛 对不对 对 我就发现你评论人评论的 还真是挺到位的 我还从来没有听到 有人评论说 那个姚进波像爷爷 那你评论一下 就是 石小燕小姐 你给我评论一下 我觉得两个字就是魄力 魄力 就是魄力 为什么 哪里感觉出来呢 不用感觉 你就看一眼 听她说话 这就是魄力的代表 但是她说话经常很难听 这难听不难听 是另外一方面 就好比一个女孩子 不好看 走两步 别人就说 有气质 这就是 说什么呢 这是 在那个节目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有说过 石小燕不好看 例子 咱能举点好听的例子吗 我觉得她太可爱了 本来想灭灯走了 想想还是犹豫一下 先别走的 来 十二位到了大家 做出出始判断的时候了 刘乔是一个上来之后 刚开始 很难让人有印象的求职者 但是越往下深聊 刘乔给大家的印象 越清晰 十二位 去或者留 选择 加油离开 小燕离开 小燕没什么听过深思处理又成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她非常好 但是我认为沐妍啊 她本身是一个做创意很有经验的 假如她去能跟她学整个营销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出路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着 谢谢 那个 其实她有四五家都非常喜欢她 我觉得其实很好了 好的 两家离开 十家留下来 天生我有才 来 五个 刚刚你说五八同城有一个词叫神奇 然后百科网有一个叫实名制 让他们很快就冲击大家 我就有一个难题想请教你 如何很快地让所有人知道 咖啡之一是咖餐厅 这其实是我今天 针对您的公司想的这么一点啊 就是我来之前想过 我查了很多评价网站 至于咖啡之一 所有人的大部分人的评论是 环境很好 菜色也很全 但是没有什么太高的特色 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招 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啊 咖啡之一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可以叫之一 也可以叫各种一 做那种主题式的这种酒店 比如说我叫咖啡快捷之一 我这边主公快捷餐 而且对于你的上货也很简单 比如说像您的菜单我看过 很多很全 那么您的备菜就要什么都要备 但是如果有专注的这种主题餐厅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餐厅 比如叫红酒餐 咖啡之 红餐厅 会非常非常吸引人 包括像我的西餐 包括像我的中餐 包括很多就可以想了 包括像您开的时候 我觉得建议要有这种想法的话 可以好几家一块开 相距不要超过三到五公里这样 然后这样一起开的话 还有这种轰动效果 如果这个做的不成的话 还可以把这些改成一些主题标间 也不会对您这个有一些 就是哪个老板在开业的第一天 就已经开始设计自己垮台的那天呢 要是我我就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为私禁先私退 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成的话 一定要想好 怎么才能就是 让自己还活着 对 是吧 好 怎么样 点评一下是吧 对 我觉得刘乔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想法 其实我只要一个最简单的词语 先把这个概念打出去 至于营运上如何调整产品结构这些 你进入专业行业 你就知道其实没那么难 好的 好 谢谢 你类型里面是不是真的热爱互联网吗 为什么呀 是这样 我觉得科技这个东西特别可怕 十年之前谁能想到 手机可以有这么多功能 没有人想得到 那么谁也不能想到 十年之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神奇的科技 但是我估计这种科技离不开 一个东西就是网络 那么网络是这种所有科技的载体 换句话说 现在说现在去实体商店里买衣服 先适合适了 然后去网店上买 那么没准过几年就会出现全息图像 你直接可以把这东西投影出来 你就完全不用去商店 那么依托的是什么 还是网络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十年之后你就整天在屋里面不用出来了 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刘乔 我想顺着这个话题谈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网络是一个虚拟网络 它毕竟离不开这个实体 你认为这个传统行业我不去的这个主要原因在哪里 说实话 我并不排斥传统行业 否则我也不会想很多关于咖啡之意的这种东西 之所以可能我更偏向于互联网 是因为互联网会好 是因为互联网把实体简单化了 一些复杂的事情通过互联网变成简单化了 所以大家觉得互联网很厉害 但其实互联网还是依附在实体下的 好 刘乔 一句话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是的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是吧 甭管工作怎么样 希望今天是一个新奇点 是的 特牛了以后 十年以后 问候问候我 没问题 好不好 什么时候牛了都问候你 来十位 现在到了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刘乔是去是刘 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 选择 刘乔 既然是来这儿找工作 我相信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准备 是的 对不对 刚才你列了一二三四 你列了四家 四家里面有一家离开了 还有一家没有被你列到的 生龙活虎的留了下来 我们听一听四家企业给提供的职位 华业传媒 到现在我没有跟你对话 一般的选手散来 我说光光光就散来 把他打得要死的 是的 因为我一散来就看到你 二十三岁有这么好的天分 已经不需要问太多的东西了 你的优点 明明白白 你确定也明明白白 我能给你什么 我也明明白白 你将来会带来什么 我也明明白白 就一句话 我带你做徒弟 我培养你 我培养你 好的 舒华助理 来百货 我给你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位 是一个非常定向的管理员 现在我们品牌管理中心 负责策划 然后呢 涉及到广告 公关 品牌合作 影视合作 还有SS 微博营销 就这五大块 你都要去负责策划 很有挑战 然后你干三个月 我可以问你 愿不愿继续做 如果你说 我对产品有兴趣 我帮你转到产品中心 再做三个月 半年之后 你来选择 是做营销策划 还是产品策划 好 这是一个非常牛的 职位安排 谢谢 好 谢谢沐妍 沐妍 已经很长很长时间 没有靠谱过了 但是刚才的这个职位的描述 说明沐妍 对刘桥还真是上了心思了 来 爱了我 我offer的呢 就是一个产品助力 你年纪轻轻 也没有做过互联网产品 就能够看得很准 我心里面还是非常高兴的 产品助力 对吧 产品助力 好的 我们来听一下 举怀哲 解决 我想招一个 做推广和产品设计的专员 来作为我的辅助 那我们一起做的是什么呢 把我们原有的 财税法律的老业务 继续做推广 那我们现在新开的这些商旅 和会议的会展服务 要做推广 那么解决网呢 需要再更新了 需要再做新的产品设计 好的 谢谢你 刘桥 到了你自己独立思考的时候了 这会我就不让二位老师 给建议了 好不好 因为你不是无目的地来的 对 你是做了大量功课之后来的 是的 是吧 对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先灭掉 我现在想想到我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看你刚才那个架势 你是想过去捎带手 把那盏灯也按灭了 不是 我就看一眼 是还亮着吗 两家留了下来 百合网和解决网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自己谈钱吧 这张不严格你 你老黑黑什么呀 这么严肃的事 我们是这样 策划这个 我们起点还是比较高 就是你是策划专员 但是这个薪水 是比一般的专员要高一些 是月薪六千 然后我们是发十三个月的工资 谢谢 我比他得起薪第一半 三千 是 谢谢你 我想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想一想 你需要特别认真的想一想 是 是 是 因为你已经把那条路 刚才你自己说已经堵死了 对吧 今天怎么样 老在电视里面看节目 今天自己来着 走这么一趟 感觉怎么样 我有这么几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 在电视上看各位老板 微发福 有点好瘦 16比9 现在都宽平 咱们说点好听的话 行不行 今天穿的黑衣服 第二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 真的不是很多选手不行 实在是各位老板的气场太强大 就会 很多东西就说都不会话了 这种感觉 今天没怎么招你呢 是 是 所以我很庆幸 就是我之前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经常会看这种临时提问 我就说 在场选手回答的好傻 这样是我去哇哇一组说 但是真的站到这个舞台上面 面对着12位老板和台下的观众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你们在这坐着 你们根本不知道 在这站着是什么感觉 就是 你们坐 你觉得坐着的腰疼 和站着的腰疼一样吗 第三个感受 这确实是一个想找工作的节目 第四个 没有了 都暗示你暗示到这种程度了 听不懂啊 怎么人际交流能力 那么多 我错了 张老师 就有一个活人在这 我错了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你还不提他 我错了 第四点还想不出来 第四点感受 不不不 张老师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就不能到感受 因为 三国三国的老板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节目好坏 灵魂在哪里 灵魂在哪里 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再说这就很大了 是 就这句话我就很受用 我受用着 你思考着 好 15秒的考虑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百合网 还是解决网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百合网 这面试的过程跟你这些设想的一样吗 说实话不太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我说完了一个大家来批我 说你只想谈兵 你不契合时机 你没有经验 一直说我 但是我发现真的老板真的很好 把我守望 守望老师 真的是很好 最后你 谢谢 很多愉快 其实看到这样的求职者是让人挺高兴的事 我说到的不是说他的这种状态 而是说他的笃定 今天沐妍其实你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就是刘乔的这个状态 我特别看重他 但是他最后还说我要好好想一下 我当时信了一哥的 其实那个我觉得他今天这个给这么高薪 就是刷广告的嫌疑 因为其实他最需要的是红娘 他都嘚嘚瑟瑟开特小 特少 完了今天莫名其妙 啪一下这么高 我觉得完全是做法 我刚才跟莫言交流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在他们公司策划这个归他管 他可以开工资 红娘不归他管 深刻深刻很深刻 明白了 来吧这样 我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 你们是老板 然后你们就老交流 开多了开少了 我的那个价值观就是 能开多高开多高 我觉得你太少了 六千太少了 欧元 你说的啊 记录下来 这段一定放着 来吧